大正智能集成造 今天我们要做豉油空心菜 这个季节的空心菜是硬季菜 当季的菜肴我们当然不能错过它 做法我知道在家里面也有很多种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袁要跟你说的这种做法 可能你还没试过 我们是用豆豉来做 豆豉配空心菜 素菜也做得很香了 我们首先要处理一下空心菜了 空心菜处理起来就不要用刀了 直接拿去掰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它们掰成大段的 虽然今天我们买的这个空心菜 看起来特别的粗壮 其实这个季节的空心菜 你听到声音了吗 就这么大杆的 它居然非常的脆 好 空心菜你在掐的时候 掐到你觉得有点硬 就不要再要了 如果你掰的时候 它都一直是很清脆的状态 那就可以把它整条的放进去 而且空心菜也不太适合用刀去切 就这样子掰就好了 不用刀的原因 你也猜到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感受到 它的肉质到底是老了还是很嫩 所以要靠住你的指甲来判断一下 切成这样 就是这样掰成大块的 我个人是非常爱吃空心菜的 而且空心菜当中的营养价值又很高 可是吃空心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对 我告诉你哦 空心菜当中的草酸含量是非常高的 菠菜还有笋 还有就是空心菜 它们当中含有的草酸成分都很高 过一下水可以去掉空心菜里面的草酸 如果你没有过水而是直接清炒去吃的 很抱歉我告诉你 这种吃法真的是不正确的 因为到了体内之后肠道很难吸收草酸 就会变成草酸钙 形成钙质 想想看 如果之前你一直都是清炒 那从今天开始起 过一下水 飞水凉拌吧 今天委员推荐的这道美味呢 就是飞水 然后炒一个很好吃的料底 把它们拌在一起 烧上一锅清水 开了之后 我们把已经摘好的空心菜 放在水里面烫一下 这个步骤 从今天开始起 已经不再是 只是让它熟的过程了 而是要去除它里面草酸的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你知道我之前听到有一个 中医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之后 他说空心菜里面有草酸 我很惊讶 我只知道菠菜里面有 我真的不知道空心菜里面有 就问了好几位老师 然后自己也查了一些资料 才发现 这么熟悉的材料 我居然不知道 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许你早就知道了 不知道的朋友 以后在家里面 做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巴 然后呢 再需要给它滴入一些 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保持它的颜色和它的营养 不会被破坏掉 加一点就够了 这样菜看起来更油润 其实空心菜的吃法有很多种 下次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种 这么营养的美味 做法又简单 很容易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了 好 空心菜飞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它是很容易熟的蔬菜 预热就可以捞出来 水分呢可以保留一些 你让它控一控哈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汤底 千万不能要 好 只是这样子过一下水 你就能够把它吃掉